根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消息 俄海军此次共派出20多艘各型舰艇参与演习 其中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 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 潘杰列耶夫号大型反潜舰 沙波什尼科夫号驱逐舰等大型水面军舰 以及新锐的三艘20385型护卫舰 而除了水面舰队外 俄军还出动了攻击核潜艇 以及20多架图142MZ远程反潜巡逻机 米格31BM重型截击机和1278加油机 可谓是精锐进出 俄罗斯国防部在其官网透露 这次太平洋舰队主要是在该海域 演练反潜作战搜寻及追踪模拟敌军潜艇 由于在太平洋中部进行海上演习的 俄海军编队靠近夏威夷 美军紧急出动F22隐身战斗机 并调遣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 对俄军舰队进行戒备 这也是多年来美国海军舰队极为罕见的 为监视俄罗斯舰队单独调集一个航母战斗群 并派出F22隐身战斗机配合 另据外媒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宣布 俄罗斯将于今年12月18号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声明表示 在去年美国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之后 俄罗斯被迫启动退出该条约的国内程序 本月16号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俄领导人会晤结束后 普京与拜登相继召开新闻发布会 双方透露达成了一些共识 包括两国大使返回驻在国履职 发表有关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对此表示 俄罗斯和美国大使返回驻在国是象征性举动 但相当重要 他称他也承载一定的信息量 因为大使在驻在国而并非他们的副手 在考虑到大使拥有总统授予权权的情况下 在两国首都总是可以更积极地进行对话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 在一所高校毕业生视频会议上 谈到俄美关系时直言 美国人觉得没有什么比他们自己更重要 这就是他们的风格 尽管普京和拜登并未就许多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但普京透露 就我们而言 我们会捍卫自己的利益 我们已准备好恢复对话 就看美方的了